是的,欢迎和我们回到 宇伟华的幸福生活馆阅读专区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阅读好时光 欢迎新章老师 今天新章老师带来的是哪一本的精彩绘本故事呢? 这本绘本,它的书名叫做 小新的大月饼 哦,那小新就是今天的小主角咯 对,小新是今天的主角 他跟妈妈一起做月饼 所以书名是小新的大月饼 哇,所以今天小新要和妈妈一起做月饼 而且这个月饼是大的月饼 对,超级无敌大的大月饼 哦,那好好奇哦,一起来听听看咯 好 小新的大月饼 文、图、林佩斯 翻译黄小英 出版社是小天下出版社 就说咯 小新跟妈妈要做一个大月饼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翻开 这个蝴蝶叶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母女俩她们在哪里 哦,餐桌上吗? 对,在厨房里 而且餐桌上有一个大大的 她们正在制作的一个月饼 而且真的好大 几乎占快到整个桌子了 整个桌面了对不对 而且很特别哦 我们不是只有看到这个餐桌 不是只有看到这个蜂蜜 看到面粉看到鸡蛋 我们看看两旁还有什么 这两旁啊 对 制物柜上面还有什么呢? 嗯,制物柜上面 嗯 这个是小熊吗? 对,我们有看到一只大熊 一只小熊 对不对 对 然后我们往左边看 诶,这边有面粉 有茶罐子 然后还有一个是 狮子做牌的面粉耶 哦,所以那个面粉是狮子做牌 狮子做的品牌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哦,好像打翻了什么东西 对不对 一个透明的玻璃干 牛奶吗? 打翻了什么 白白的是牛奶吗? 嗯 可能是哦 诶,可是滴滴答答下来 这个东西啊 形成一个漩涡状的东西 对不对 嗯 这个都跟我们整个的故事有关 哦 我们等一下再来看看 为什么它在蝴蝶叶里面 要画这些呢 好,所以杏章老师 你现在是先把一些的线索 丢出来对不对 对,没错 因为我在蝴蝶叶里面 它都没有说话 但是它用图像来告诉我们一些资讯哦 好 嗯 那大家都记下来咯 嗯 小心的大月饼 嗯 小心的妈妈 把大月饼放在夜晚的天空中 等它变凉 妈妈说 小心 我们花了好多时间才烤好你的月饼 看看你能不能让它在这里放久一点 等到我说好 你才可以碰这个大月饼 记住了吗 嗯 记住了 还不能吃就对了 对 小心点点头说 记住了 妈妈 小心刷牙的时候 记得 洗脸的时候 记得 窝进床上的时候 也记得 然后啊 她就睡着了 可是睡到半夜 小心 醒了 半夜的时候醒咯 肚子饿了吗 嗯 一点点 而且 她也忘了妈妈说过的话 只记得 大月饼 所以小心想干嘛 该不会偷吃了吧 对啊 小时候做过吧 嗯 小星 啪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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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垫起了脚尖 小巧地走向了 大月饼 她心里想着 如果只咬一小口 妈妈会发现吗 不会因为它是大月饼 对 小星也觉得不会 所以她就 吃了一小口 嗯 真好吃 哦 是不是有人来了 哦 小星飞奔 回到了床上 第二天晚上 小星又会想做什么事呢 哎 再吃一口吗 没错 哦 第二天晚上 小星又想起了大月饼 那一小口 甜甜的 真好吃 嗯 月饼还在那里吗 哎 应该还在 应该还在吧 对 她还在 圆圆的大月饼 独自挂在天空中 散发着美味 如果再咬一小口 妈妈会发现吗 嗯 不会 不会 小星也觉得不会 所以啊 她又跑去 吃了一口 真好吃 真好吃 小星 飞奔回到了床上 隔天晚上 你觉得 小星会想起什么呢 大月饼 对 当然是大月饼 如果再咬一小口 妈妈会发现吗 小星还是觉得不会 嗯 真好吃 在隔天晚上 小星还是做什么 哦 又去吃了月饼 对 小口吃 小口吃 真好吃 一个晚上 接着一个晚上 接着一个晚上 小星一小口 又一小口 又一小口地吃着大月饼 桂花你看看 你有没有看到月饼越来 大月饼慢慢变成了 中月饼 再来变成了什么 小月饼 对不对 直到有一天晚上 小星的妈妈去 查看了大月饼 月饼 月饼 月饼在哪里呢 不见了 哇 都吃在小星的肚子了吗 对 每次吃一点心理都吃完了 对 闪闪发光的 圆圆的月饼 不见了 只剩下亮晶晶的月饼碎屑 妈妈摇摇头说 小星 不过 她的嘴角却上扬了 她问小星说 你是不是又吃掉了大月饼啊 小星抬头往上看 她咧嘴笑的样子 就像妈妈的微笑 小星点腾头说 是啊 妈妈 那我们再去做一个吧 所以他们又做了一个月饼 而且又是一个月的时间吗 二十八天 二十八天 对 好 我听完新章老师的分享 慢慢的我就大概可以理解了耶 她每天吃掉一点吃掉一点 好像就代表着这个月亮的变化 对不对 对 对啊 就是她有一个大跨页 对不对 月亮为什么从大大的圆圆的会慢慢有上旋月啊 一半的月亮啊 下旋月到梅月 原来都是被 吃掉了 被小星偷吃掉的 而且吃掉的是谁呢 小星 该不会是天上的星星的概念 而且我刚刚觉得那个画面的感觉有没有 那个天上就剩下了那个小星吃下的那个月饼血线 好像是满天的星斗的感觉 对啊 我觉得是 对 所以我们听完这个故事 我们再回头过来看这个蝴蝶叶咯 蝴蝶叶我要问问韦华了 韦华刚刚我有说一个透明的杯子掉下来 这个白白的这个液体下来 有一个漩涡状的 你猜猜看 它在暗示读者这是什么 好我猜猜看 它是运行的那个轨道 哦你觉得是运行的轨道是不是 猜得很好猜得很好 那你觉得除了是运行的轨道 还有可能是什么 有线索吗 有线索 就是存在天空当中 银河 嗯 银河 对我觉得呢 就是像星系啊 银河太阳系对不对 对 就是螺旋状的 是 我觉得是 因为我一开始看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没有留意 但是我就是注意到 狮子做的面粉对不对 对我刚刚也有一个 突然一个念头 是不是代表着天空的那个星座 对因为我一开始想说 狮子座 这该不会是在讲 这个是小星小星 妈妈是狮子座吗 后来我也想 是在讲我们常讲的 处女座 狮子座 对不对 天平座 后来就想到说 其实这个不只我们在讲星座 就是我们人的十二个星座 其实狮子座 处女座 天平座都存在哪里 你知道吗 银河当中 就是存在 对就存在我们天空中 晚上的时候 我们抬头看 对对不对 我们会看到狮子座 对 看到天平座 那我知道它是那个 大雄星座跟小雄星座 对就是大雄星座跟小雄星座 对 而且大家如果看到 这本绘本故事的里头的 小星跟妈妈的话 他们的身上穿的衣服 就是一颗一颗的 星星组合成的 对不对 图案 图案就是一颗一颗的 星星这样子 而且你知道小星 它是小女孩吗 对 小女孩不是有说 都会有布尔娃娃吗 是 对不对 你有没有特别注意到 它画的布尔娃娃 是什么娃娃 小白兔 对 为什么画小白兔 不画小绵羊 或不画派大星 之类的呢 我猜猜猜 好你猜 因为我们的 传统的民间故事 就是玉兔 在月亮上面 是 也是呼应咯 对 我觉得也是呼应了 对不对 就是在东方的时候 我们都会觉得 有一只兔子 对 在月亮里 导要 对不对 是 所以它也画了一只兔子 在这里 是 我觉得这本绘本故事 它的一个图案的 一个意象 它有东方的传说故事 也有西方的星座 它把它组合而成的 对 没错 然后我们透过 这个绘本故事呢 好像也了解到了 这个月亮的变化 越有殷勤圆缺嘛 对 会每天每天都是 不太一样的 我们如果用比较 同志的心去想的话 会觉得 月亮被谁吃掉了呢 对不对 对 一天一天它就少了 那就是被吃掉了 对 那种概念哦 对没错 我觉得很好 我就觉得很好玩 就是 哦原来有 因为我比较是理工的 以前都觉得 月亮的那个阴影 就是地球嘛 对 可是我就会看这本 小星的大月明 就是哦原来 它用一种月亮 被小星小女孩吃掉了 慢慢越来越少 来代表月亮的变化 我觉得很有趣 对不对 嗯嗯 那星震老师 你小时候啊 就是 虽然你是学理工的 是 但是在小时候的时候 你我们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月亮 有的时候是满月 有的时候又只剩下 这样一点点 我们还不懂 它变化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 它真的是被人吃掉了 会被谁吃掉了 那个因为一开始 都是在童话故事里啊 对童话故事 对童话故事都这么说嘛 对不对 对 天狗吃掉 太阳 吃月嘛 对不对 都会觉得被吃掉 天狗吃日 吃日嘛 天狗吃掉太阳嘛 对 那而且我觉得啊 我自己在带孩子 看绘本 我就会觉得说 我们大人都会喜欢赏月赏月 可是我觉得儿童的绘本里面呢 月亮通常比较不是拿来欣赏的 月亮都会 大家好想要吃月亮 嗯 就是比如说 小新的大月饼也是想要吃月亮 不然就是小老鼠想要吃月亮 或者是大家都想要尝一尝 月亮是什么滋味 对不对 就是会有一个对月亮有一种幻想 我觉得也蛮有趣的 是 那个幻想是不是也是因为哦 你看那个太阳非常的炙热 是 我们没有办法那个眼光直视 有没有 但是我们可以去欣赏月亮 对 然后对月亮就有就是那种温柔的幻想会多了一些些 对啊 不会想到是去吃太阳 因为它太热了 太烫了 会烫到舌头 对 哦 不过我觉得我觉得很妙的一点是我一打开这个书 我第一遍看的时候我一开始就被故事的起头吸引住耶 哦 为什么 因为我就在想 哎 到底要怎么样把月亮跟月饼 这两个事情做一个巧妙的联合嘛 是 因为我觉得月亮就在天上啊 嗯 那月饼就是中秋节要吃月饼啊 对 但是月饼跟天上的月亮怎么样很巧妙的可以连在一起 结果一开始一打开这个故事书 故事一开始他就说啦 小心的妈妈把大月饼放在夜晚的天空中等它变亮 嗯 是不是月饼一下子从家里的餐桌上就怎么样 跑到天空上去了耶 是 哦 我觉得那个文字的运用就把 还有那个想象力就直接把餐桌上的月亮 呃 月饼跟天空中的月亮直接咻 穿梭过去 我觉得好厉害哦 嗯 而且庆政老师 我觉得那个厉害之外 让我又突然想到了就是我们每次都会用 嗯 月亮代表着母亲的爱有没有 对 然后看着自己的孩子 对 然后他这个这本绘本故事好像也将母爱做的连结 对 谁把那个大大的月饼放到了天空当中呢 对 妈妈 是妈妈 对 而且这个月饼是妈妈跟小新两个人一起做的 嗯 而且很好玩的是你知道吗 当想妈妈牵胶带弯胶带可不可以偷吃 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但是小新还是忘记了 嗯 等到吃完了妈妈才发现对不对 但是当妈妈发现的时候 你会注意到妈妈的态度是怎么样 没有骂她 没有骂她 而且妈妈笑了一下对不对 而且妈妈讲话很好玩哦 妈妈讲的不是说你是不是吃掉了 她是讲你是不是又吃掉了大月饼 你是不是又吃掉了那代表什么 妈妈知道 而且她不只第一次吃吧 对 她又吃掉了 她每天都吃啊 对不对 而且她可能是每个月都吃吧 对 对不对 每个月多吃才会有又吃掉嘛 所以就是一个月一个月的循环 那我也很喜欢那种妈妈跟女儿这种 很就是很温暖 很愉悦很开心 哇 这是我觉得很棒的一个中秋节 可以欣赏的绘本 不然你看我们以前教育 我们讲中秋节 你想到的故事一定是什么 嗯那个五刚发跪 哦一个五刚发跪 还有呢 长额奔月 长额奔月还有呢 嗯月度导药 还有呢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 还有吗 真的吗 嗯 跟历史有关哦 就是记不记得月饼里面要塞一个什么 我知道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纸条 纸条对不对 对就是中秋月圆日 要起义 对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个就比较那个一点 对不对 但是就 小朋友很喜欢的 对不对 吃吃喝喝啊 温暖的故事 可以在中秋节的时候 讲给孩子们听 是 而且很不一样 跟以往我们听到的故事 那另外呢 就是 其实在这个绘本故事当中 不只是可以把一些中秋很有意思的 像是一定会吃的月饼 把它结合在一起 其实这本绘本故事也强调了一个就是亲子共同去完成一件事情的那个美好对不对 对就是在一起一起做月饼对不对 也是一个提醒耶 因为我们想说月饼一般都是埋过来的嘛 对 看了这本之后 妈妈跟小孩也可以自己做啊 或是做月饼也好 或是做蛋黄酥也可以 对不对 也可以 就是那个烘焙啦 对 一起做烘焙也很好玩 对不对 吃一次自己手做的 那欣贞老师 如果那个孩子也跟小欣一样 说那妈妈 你可以把它放到天上去了 这就伤老金了 这就要看妈妈怎么毁了 对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亲子互动当中 共创一个美好的回忆耶 对 我觉得孩子有想象力是好的哦 是 没错 如果是让我倒觉得妈妈可以赶快把月饼藏起来 然后牵着小孩子到户外去 响月 你看妈妈就把月饼变到天上去了 Superwoman的妈妈 对 我觉得小时候会相信了 对 可是没有关系 我觉得就是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可爱 天真的童年 对 没错 今天非常开心哦 欣贞老师所带来的绘本故事 赏心的大月饼 我们也在中秋节的时候呢 送给空中的好朋友们 也推荐给空中的好朋友们 谢谢欣贞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